主席 各位同仁 大家好 我想改革不是要比凶比狠比激進 法官法第34條 我們規範了評鑑委員會委員的產生方式 這次最重大的變革就是我們的外部委員 也就是學者社會的公正人士 我們從4人增加為6人 那現在民進黨跟時代力量黨團的版本 其實差別是在於說 這6位到底是要由司法院院長來領聘 還是要由這個所謂的領選委員會來領聘 剛剛委員致揚的高見 我覺得太天馬行空了 怎麼會形容到說 總統的手會伸到評鑑委員會呢 我們從另外一個方式來解讀這個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領選委員會的條文規定 在法官法第7條第二項 也就是我們剛剛通過的條文 司法院設法官領選委員會 掌理法官的領選 及其他法律規定辦理的事務 領選委員會的委員 除了司法院院長是當然委員之外 考試院代表是一人 由考試院來推派 法官代表7人 檢察官代表1人 律師代表3人 均是由法官、檢察官、律師這些相關的群體 他們來推舉 然後再由司法院院長從中推舉 英選名額的兩倍 然後再由法官、檢察官或律師來票選 至於學者公正人士 也就是由司法院院長來領聘 就如同我剛剛解釋了這個條文 除了考試院直接推派他們的代表之外 法官、律師還有其他領選的委員 都是信賴司法院院長 或者是司法院院長他信賴所去推選的 然後再經過這些群體去票選出來的 既然是司法院院長信賴去推選的 憑藉委員的外部委員 我們何必再繞一個彎、拐一個彎 要由領選委員會來聘任呢 又依據法官法第七條 法官領選委員會是職掌出任法官的領選 這次也加入職務法庭的法官及參審員 主任領選委員會的職掌是在法官或審判職務的職務法庭 而非憑藉委員會委員的領選 非常的明確 這個領選委員會就如同我剛剛介紹的 在法官、律師還有檢察官都是票選的 如果這個社會學者或者公正人士 這六位司法院院長在這邊沒有一個推舉權的話 就整個憑藉委員會的組成 司法院院長是不用負任何的責任 這對我們要求權責相符是有很大很大的疑問 所以在這邊請大家支持民進黨團的版本 謝謝 謝謝周委員 下一位請稱委員宜民 謝謝 謝謝 谢谢观看